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敢于面对任何对手的基石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就像投篮节奏一样 在投篮的过程中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也不是单一的 它们分别是 在起跳前以脚步站位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 和在起跳后以核心力量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 以及高级板的 利用臀部肌肉与核心力量为中心 肩骨脚步动作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 在投篮训练的初期 找寻适合自身投篮的动作阶段 这三种方式是相互关联的 球手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特点和训练目标灵活运用 体会不同方式对控制身体平衡的影响 和肌肉对动作的体验 积累经验建立自己的投篮动作体系 在初期的练习阶段 一般都会以脚步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 与核心力量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开始 体会不同的脚步位置与核心力量发力 对于身体平衡的影响 慢慢过渡到利用臀部 以核心力量为主导的大肌肉群 控制身体平衡的发力方式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实力分库里投篮技术的演变过程 大家如果观察过库里 在不同时期的投篮发力方式 就可以发现 在大学以及初进NBA的头几年 库里在投篮时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 多以脚步和膝部发力为主 慢慢过渡到现在 利用下肢大肌肉群 整体控制身体平衡动作的阶段 在NBA高强度的对抗下 可以拥有出色的平衡性 并保持膝部与脚踝的健康 所以库里也是在一步步的 调整延系统 找到了更加适应不同环境的 投篮平衡方式 大家一定要在训练中 栖息体会 不同方式对于身体平衡的影响 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方式 下面我们要认为要各种方式 在训练中需要着重体会的细节 我们先从脚步站位 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开始 这种方式其实是利用 膝部和脚步同时法力 控制身体平衡的 在训练中大家可以多多体会 在脚步站位上 其实有很多形式 常见的是双脚与肩同宽 脚尖在同一条横线上 这种方法来自于传统观念 对于平衡的理解 认为身体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的姿势 完全一致 就会获得良好的身体平衡 其实在实际练习中 你会发现 人体素质各有不同 肌肉的体积力量 习惯以及发力放置 都有很大差异 所以这种常见的形式 只是一种基础的建议 并不能作为正确的标准来遵循 球手在练习时 应该更多地尝试不同脚步位置的方式 比如略宽预尖 略窄预尖 前后脚侧身 以及脚尖内扣站立的方式 这些战备的方法 各自有其特点和优势 重点是要把各种形式都体会一遍 体验双脚尖的距离 什么样的位置最舒服 平行站立和前后脚站立 哪个更容易发力 前后脚站立时 脚尖朝向什么样的角度最理想 以及双脚内扣到什么程度 这些都需要在训练场上 用心体会 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这样训练的好处是 你对技术动作的细节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在比赛中 有更多的办法来应对自己打铁的情况 做出及时的调整 出色的射手 就是有许多这样丰富的精炼和技巧 才会有与众不同的命中力 接下来我们说说 以核心力量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 这种方式不太强调脚步的位置 更多的是 在起跳过程中的中后期 利用膝部与核心力量的发力 来控制身体平衡 这种控制身体平衡的方法 更多的依赖出色的身体素质 更适合偏上肢发力型的节奏 也就是突默身的偷懒动作 球手在练习中 可以多体会起跳时 膝部 臀部 与核心力量相配合的肌肉发力感受 体会起跳动作的速率 与身体各部位协调发力间的联系 第三种 是利用核心力量臀部为中心 兼顾脚步动作 控制身体平衡的方法 这种方法优势非常明显 依靠下肢大肌肉群的控制 获得理想的身体平衡和动力 并减少脚踝和细部的运动压力 有效地避免伤病 但需要球手 对于投篮动作的节奏 和控制身体平衡的方式 都有相当的了解 才能熟练掌握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还有一个建议给大家 对于球手在投篮技巧中 如何选择采取哪一种 投篮节奏和平衡方式 是半掌之神 还是全场射手 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明确训练目标 就找到适合自己的投篮动作 非常有的帮助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 先选择一个方式练起来 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以上就是我对投篮基础 要素的一些经验 我们下次再见